那用封閉系統的iOS的比重 應該會拉得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可是並沒有 那就代表著很多的量可能會如預期 都跑到安卓這裡來了嘛 蘋果再怎麼樣 它就是衝不到 沒辦法衝破20%這個門檻 你看像剛剛光亮一支兩條線 這個果粉的震華就變新了 要跑到敵方陣營 你就會變成Google陣營了 想到放在口袋每次都變燙 我就覺得這有問題 不會啦 它新的不會燙啊 OK 所以iOS現在的市站還是持平 對 還是只有28% 你看這一條橘色的線是Nokia的 Nokia的賽班系統 當然是Nokia已經逐漸走下坡了 逐漸走下坡的過程中 蘋果幾乎完全沒有增加到它的市站 這市站通通都被安卓搶走了嘛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這也是富比斯為什麼 認為這個蘋果會在2018年 這個iPhone的部分會從地球上面消失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蘋果搶錢的陰謀論 蘋果弄慢舊iPhone 這句話有兩種解釋方法 iPhone是一支手機嘛 對不對 蘋果弄慢舊iPhone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解釋成 蘋果弄慢舊愛的手機 然後這些舊愛怎樣 瘋了嘛 瘋了嘛 瘋了對不對 這是第一句 就很怕這氣都要命啊 對 瘋了嘛 那變得怎麼會跑那麼慢呢 這些舊愛已經瘋掉了嘛 然後這個新聞呢已經到蘋果總部 到現在都還都不回應 所以我建議真的庫克要趕快怎樣 對 新聞面對面揣講 揣講 揣講台語啊 你揣講揣講 你來這樣 對 那我們懷疑是什麼 為什麼關鍵的時刻呢 你的速度就是會變慢呢 讓人家起疑惑 對不對 那這個事情我認為在手機界 一定會掀起新聞的龍捲風 但是呢 我還有一個新的觀點喔 我還有一個新的觀點 我合理預測 這個是谷歌的陰謀 為什麼 我們看一下 就是剛剛那一張 每一次心機一發表 心機一發表這一張圖 這一個呢 雖然研究是哈佛大學做的 但是呢 我們注意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網路的統計是誰做的 是Google Google就是安卓系統 對不對 所以呢 Google呢 Google搜尋 這個呢 可能是怎樣 Google為了陷害蘋果 為什麼 因為資料都在那裡對不對 哈佛大學要做研究 做出來研究 是這樣 這裡面Google可不可以動手腳 可以 它可以動手腳 然後呢 中國現在不是 已經上個禮拜 罰了高通300億新台幣嗎 對 前幾天又搜索了 這微軟在中國的辦公室 對不對 對 中國就是為了要報復這個中美貿易大戰 對不對 這個太陽能被這個 反擊敲稅 反擊敲稅嘛 對不對 現在 中國把矛頭指向了蘋果啊 可是 你總是要吃出有名 欸 就在這個時間 這個報告出現啊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Google 借哈佛大學借刀要殺蘋果咧 如果這個是真的 那蘋果死定了 在中國至少會被狠狠的罰 罰了很重 所以 回到這個 我是從新的觀點來預測這個陰謀啦 但是呢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什麼 這些客戶 蘋果的 為什麼每次新機都去買新的呢 因為都有錢嘛 對啊 身份地位啊 要求品質啊 這些 果粉都是直優的啦 對 每次遇到換新機呢 就百分之百的怎樣 貢獻金錢給蘋果啦 所以呢 這以上 各種可能我都把它寫出來了 那這個地方呢 注意看 錢線百分百優質 這絕對不是偶然 但是如果你在其他 有看到其他的節目呢 好厲害喔 如果你有看到其他的節目 絕對是巧合 絕對是巧合 只有這個不是巧合 只有這個不是巧合 謝謝大家 OK OK 我好精彩喔 我真的覺得 我剛才想說 欸 百分百在哪裡 錢線百分百優質 感謝阿曹龍齁 用心了 正華呢 我又要回歸了 我又要回歸了 好 我現在又要等新機了 為什麼 沒有我聽完以後發現說 這個有可能是整個陰謀論 我一定要出來 親自使用 然後還這個 所有謠言一個清白 我們今天去探討這個iPhone6 是不是蘋果有一點點陰謀論 因為你在等 我在等 大家都在等 好可惜喔 如果早一點點 就可以當情人節的禮物了喔 七夕情人節 對 正華 因為我們在這就只有她還沒結婚 我特別把這一題交給正華來教 欸 七夕情人節的禮物網路的網購銷售排行榜 禮物最喜歡收到哪一些 對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最 最受到這個歡迎的這個禮物喔 那大概幾樣都不脫這個 我們這個範疇裡面喔 那包括第一個 男性情人最喜歡收到的這個禮物排行榜 竟然是服飾怎麼有點奇怪 我在想說是服飾嗎 那可能是這個取樣的這個標準喔 畢竟是網購嘛 那網購的話可能還是比較偏向就是說 那至少就是會掛在網上面的 比較年輕的喔 是不是因為那個襯衫買起來也不會太貴 一兩千塊也就OK也有可能 對 這也是有可能 你剛剛講服飾 連我耳機那個導播一直傳來 我導播是男生說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他也覺得不可能對不對 因為博姐也覺得不可能 但是一般來講的話 服飾還不如領帶 領帶還有那種被綁的感覺 對呀 郭大哥他過來人 所以襯衫服飾他就是第一名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有一些男性喔 就是說這個 他平常可能也不太逛 那女生可以幫他買 這個倒也不錯 第二個是手機 不過手機有個訣竅 就是說像遇到果粉 你就真的不能送錯 送一支是什麼韓國的 送支是什麼小米 那可能就這個 感覺心裡就是有個戒地 那其實你也看不出來 只要小心喔 對 那第三個鞋子就比較特別 台灣的民俗不是一般不送鞋子嗎 對啊 這個我覺得可能已經交往一段時間了啦 就已經反應也跑不掉了 那心裡想說我來試看看送個鞋子 對不對 來加點新的刺激 一般鋼 這個鞋子我個人是不太建議 這個鋼正式的 交往三個月就送人家鞋子 那這有點奇怪喔 鞋子好像不能送 真的不能送啊 就叫人家走路 叫人家走路啊 而且這個 這個梗好像還被用在以前一部 很有名的連續劇裡面喔 送鞋子到男女主角吵架 對 那再來就是手錶啦 這個手錶 手錶的話就是有一點點靠住的感覺 就是有點像這個 郭大哥剛剛講的 手錶跟戒指都有把你綁起來的那個意思 這個意思存在 因為靠住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如果這個 收到手錶的話 其實跟這個第五名的這個戒指 多多少少 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味道 所以他可能手錶 接下來就是送戒指 對 因為手錶跟戒指 這兩個比較有機會成對 有對錶跟對戒嘛 這個就比較有意思 但我是還沒有收過這個 對 曾經有過啦 對戒 我曾經有收過這個對戒 兩個人戴起來那還蠻有趣的 好 我們進廣告了 廣告回來之後 別忘了情人節還有八八節 孝順爸爸想要買什麼禮物呢 加點創意 讓貼布更犀利 肥炎酸痛水性貼布 用人心來的好夥伴 用心要拼 珍惜所有的鼓勵給全球好空氣 大金空調 Global No.1 你和一級幫戴KING 加點創意 讓貼布更犀利 肥炎酸痛水性貼布 用人心來的好夥伴 用心要拼 歡迎光臨買鳳 好 繳費 全部自己出嗎 不然咧 幹嘛不讓富邦幫你出 全新台灣大哥大 預計聯盟卡 刷卡消費一%回饋 折替電信賬單無上限 發費用人幫 刷卡刷富邦 您現在收看的是 前線百分百 好厲害喔 說得比笑得好低欸 我來試試看好不好 真的嗎 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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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菜 少年欸 平常是要保養了啦 這個鎮莊羊桃汁 好喝得特技喔 純鎮好滋味 一百一百兩百兩百 扯交 好 防權鎮莊實在經典 趨勢的速度就像颶風 這是一化的業務員 這是沒有一化的業務員 在趨勢的狂喜下 誰才能達成任務 果然一化才能面對趨勢的速度 國菜人壽依行動業務員 用趨勢的速度為民服務 她是我公公 她有糖尿病 因為怕痛 都不願意自己測血糖 阿爸 痛不痛 欸 弄不聽啊 我為她選擇 羅氏AQ-Check血糖機 測血糖精準不易疼痛 阿公再也不怕測血糖了 測血糖我們相信 羅氏AQ-Check血糖機 您現在收看的是前線百分百 奇異果柔毛越多越新鮮 新鮮才是頂好 現在來頂好 單筆消費滿300就送100 歡迎光臨買瘋 好測費 全部自己出嗎 不然咧 幹嘛不讓富邦幫你出 全新台灣大哥大獄喜聯盟卡 刷卡消費一%回饋 折抵電信賬單無上限 花費用人幫 刷卡刷富邦 想要健康美味 你有更聰明的選擇 百分百鮮摘成果汁 百分百鮮摘成果汁 百分百無添加 滿足每天的健康需要 果汁時刻健康滿分 就在此刻 先把Lover情人給搞定 那女生最愛什麼樣的禮物 我先補充一下 我們剛剛送給男情人的 這個禮物排行榜 是根據up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 所以女性情人最愛的禮物 也是來自於這個社群 排行榜資料庫 第一名是 對 大家看一下這個表很妙 你看2345都差不多 唯獨第一名 幾乎是永遠的冠軍 就是花 對不對 就是送女生一定要送花 那花這個當然就是排名第一 可是其實送花是 這個中間還是有很多 可以改進的地方 可以來跟各位聊的 你怎麼送呢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就是說照我的經驗 送花這個有厲害 你花1000塊送 跟花3000塊送 第一個 你花不能挑太慫的 對不對 什麼花叫慫 什麼花叫不慫 你不要拿那種什麼 很像是那種 人家什麼開幕那種大花圈 很慫啊 比較有設計感 誰會送那種啊 現在的花都很厲害 我跟你講現在花都很厲害 你看那好萊塢的電影 他們拿了那種一把小樹的那種 那很漂亮 然後有很多這個男性同胞 我跟你們講 送花是有訣竅的 送到這個對方 當然第一個最好的一定是辦公室 對不對 如果他在三樓呢 你最好是送錯 送到二樓四樓 讓那個花店找不到 到處問 胡樂涵 胡樂涵在哪裡 胡樂涵在哪裡 搞得全大樓都出來看 到底誰是胡樂涵 然後呢 在眾目睽睽之下 女主角拿到這束花 其實那個挑最便宜的 八百塊就好了 然後他就覺得 哇整個爽 然後全公司的FB 就被洗版 所以千萬不要送到他家去 因為沒有人指導 對 所以這次的秦人節 是禮拜六 花店生意少很多 因為有些辦公室的小姐 唉 別人花已經送來了 你的花還沒有來 別人是六十朵 你送一百朵 記不記得 要拼長的 要拼長的 但是呢 情人節不要六日比較好 對 但是呢 如果你有情敵 哇這就危險了 這個就真的危險 這手筆可能要大了 這個不是一兩根掌停板 都可以解決的 如果你的情敵 又是什麼富二代 就這真的要拼長了 那重點 回去要在人家的時候 不要直接開到公司樓下 你要開下一個街口 讓人家抱著花 在路上走一圈 最好是在敦化南路 效果最好 然後再去把它載回來 對不對 為什麼是敦化南路 就比較美這樣 好 再來 那你看喔 這個 剛才我們看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送同樣的東西 其實花同樣的錢 效果各有不同 那你看服飾的話 你就要平常注意他 喜歡什麼樣的打扮 這個就是真的平常要多觀察 對 那像最近不是有很多那個 很流行的連續劇 像什麼 簽送衣啊對不對 就會有流行的那種服飾出來 那你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多去觀察 他平常喜歡看什麼電視 什麼電影聽什麼歌 然後送他那個偶像啊 或者是說流行的喜歡走的那種風格 可是我納悶喔 因為我是女生 問男生就準了 女生的服飾是要試穿的 對 那你如果買一個L號 我明明就是S號 我穿得不合身就火大了 所以這個就真的要小心 你千萬不要買到那種太小的 人家拿到真的很生氣 你到底是要老娘怎麼樣 為了明天要跟你去吃飯 我還要先二三天對不對 那就效果就不好 所以這個平常就是要 從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個手感 如果說你碰到他 就知道他可以穿多大 那這個是最高境界 那當然你可以用看的 你光看就可以知道他穿什麼House 那但是這個就是要很大的Data 你可能要經過很多人的實驗 Data 這個就是不見得一般人可以做得到 目測的話就是屬於很高段 那這手機的話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就是說你可能要注意他平常 喜歡什麼樣的牌子 那這一點就是量力而為 就是說你每次都要去打那種機皇的話 你就要考慮幾件事情 第一個不要以為只有七夕你就搞定了 二月還有情人節 還有白色情人節 還有七夕 然後你還有聖誕節 那所以你一整年的這個年度 資本支出的預算 你要稍微算一下 就各季你要支出多少 不要亂搞 一直送受不了 那鞋子的話 剛剛我們有提過 就是說這個剛認識的 剛開始交往 這真的不太適合 他如果回去他們家裡 他媽媽問他說你買新鞋 他說沒有這我男朋友送的 他媽媽一定很討厭這個 以後可能也取不到 那手錶的話就是 剛才我提到 像對界對表 這個就還蠻甜蜜的 禮物知道了 不過講到禮物的排行榜 您有沒有曾經思考過 為什麼會有情人節 因為農曆七月 七夕情人節 錯 我聽你家說 七夕根本就不是情人節 這個其實我想 大家最希望過情人節的 到底是誰呢 其實是商人 餐廳老闆 趕快來 快點來 花店老闆 來來來 他就希望你過情人節 所以其實 早期在華人世界 就是在以前的兩個事情 被他合一了 一個就是古代漢代有個七巧節 那個時候婦女喜歡做手工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很巧 很賢慧 因為以前很賢慧女生就會做這些 所以這個就是有一個 所謂的七巧節 但是以前在周朝的時代 就古早 上古時代有一個傳說 就是牛郎之女 在這個七月的前戲 那後來就是說 把這兩個合一了 後代人就把它弄成一個所謂的七戲 那為什麼說 這是七戲來自於現代人的誤解呢 那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大家仔細去看那個牛郎跟子女 他們是夫妻 你們都搞錯了 這兩個人已經結婚了 對不對 牛郎之女是已經結婚 故事當中的子女是 那個玉皇的女兒 她是仙女 被牛郎取走了 後來不行啊 你們觸犯天條 才要把你們分開啊 是啊 所以說你們已經成功了 是被分開的 然後才讓你們隔著雀橋 七戲見一面嘛 懂了 所以大家有點搞錯了 可是為什麼 常年下來 大家願意就是將錯就錯 把這個七戲當成情人節 因為浪漫啊 就是因為 商人嘛 商人啊 要不然表包包 對不對 香水要賣誰 當然就是大家將錯就錯 不過夫妻也可以過情人節 這個偶爾過真的是很浪漫的 可是講到那個七戲 其實說送禮啊 中國大陸現在流行一種禮 這個照片看一下 什麼東西啊 這個你看 所以你看 這個商人為了要 這個是無所不用其極 大家看一下這畫面 不要緊張喔 它其實是水蜜桃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我剛才也是這樣想 可是我後來發現是水蜜桃 那你看喔 這個路的 這個中國用七戲的禮物喔 送水蜜桃 然後給它穿上一個 哇很有趣的這個 應該是說這個水蜜桃的包裝喔 不過大家看到這個水蜜桃的包裝很顯然 酷酷你這樣 對 就是會想起自己的另外一半嘛 那但是 不見得你看過另外一半半穿這個小褲褲嘛 所以這個就是有一點變成暗示 哇暗示 就是說這個你可以看到 我們也可以這麼樣的甜蜜 那這個時候就是如果女方欽然的收下呢 那這個男方可能就有下一步的行動 既然也沒有罵我嘛 那就是下一步 賣家不會不對外販售 只接受預定 所以你看 他還可以創造一種獨一性 所以我們覺得說 中國對於這一塊還是商人還蠻厲害的 因為我顧到情人還要孝順爸爸呢 我還有一個8月8號的88節 88節的禮物排行榜 我先報告資料來源來自於 21世紀教育網 爸爸最愛什麼禮物 我想這個其實說真的啦 我們看到這個字卡 跟剛才振華那個創意 完全就殉掉了 對不對 你看爸爸想要用的東西 其實我們剛才有在聊 你問郭大哥就知道 刮胡刀就好 第二名的刮胡刀 他說 我今年已經不想再收到刮胡刀了 郭大哥 你每年收到的禮物 88節禮物都是什麼 都是刮胡刀嗎 你不能每年都刮老爸的 對不對 我收過我女兒送的那個 很大很大的按摩 按摩椅啊 那個呢 八九上十萬塊錢 對 可是地方要在很大的地方 所以每年收入都雖然不同 但是做老爸的人 第一個 我不希望你花太多的錢 但是我也不希望你每年來刮老爸的鬍子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大家吃吃喝喝啊 一家人開開心就OK了 餐廳餐廳 不過第一名就有點類似郭大哥那個按摩用的 對 它是比較養生的概念 那我是覺得其實這個對爸爸來講是實用的啦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應該是回家的時候你可以穿 因為你整天出去上班你也沒時間運動嘛 那你說叫他去走公園的兒卵石步道來做這個腳底按摩 這個老爸已經說現在夏天這麼熱對不對 七月又來了晚上不可以亂出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它是OK的 那另外刮胡刀的部分我覺得其實就是 這應該是老爸心中的痛就是說 兒女每年選到不知道選什麼時候刮胡刀就出現了 那另外的話其實像這個第三名的這個所謂頸椎按摩器的部分 我覺得這應該就是可以在上班時間使用了 那甚至像郭大哥剛才講的 我覺得每年到這個時間點啊 這些這個所謂按摩或健身器材的部分 這個也是大家會去選擇的 那譬如說像最近這個姊姊代言 我們上次百分百也有介紹過那個電臀肌 那種東西其實搞不好現在有些比較Fashion的老爸 他們會喜歡那種東西 對因為老人家也需要健康 而且其實老人家睡眠品質很重要 但是就不好入睡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助眠枕這個好 這個也是OK 而且我特別推薦什麼有薰衣草味道的 為什麼 薰衣草這個東西啊它會有這個安神的效果 對所以你看你去北海道玩對不對 搭那個島的都會建議說 你要買一個這個薰衣草的這個枕頭回去睡 為什麼因為那個會幫助失眠的人 會讓他睡眠品質比較好 那像第五點的話我覺得我是覺得 現在其實環保醫師抬頭 那個煙害問題在家裡都很難 像我在家裡回家會抽煙的話 我女兒說爸爸不准在家裡抽啊 所以你說送這個科製的這個煙斗啊 這個是沒有錯老爸喜歡抽煙會收藏 但是可能稍微就比較不適用一點 你女兒現在還小 不過因為你已經當爸爸 如果要是你收到你想要什麼禮物啊 我是希望我能夠有一整天的時間陪他出去玩 我覺得這樣就很開心了 因為其實就像郭大哥講的 大家出去吃吃喝喝 不需要買這種形式上的禮物 會比較好一點 阿曹爸爸阿曹也是爸爸 你要享受到什麼 因為這個我小孩都很小 覺得他們寫張卡片 然後清一下 我就覺得 真的 這是全世界最棒的父親節的禮物 而且這是無價的對不對 你看百分百的老師有多好 講出來的答案都是這麼感人 但是還要再感動您的概念股呢 對 那一般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賣場了 不管是這個父親節 或者是這個情人節都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有百貨股 那這當然就是直接受賄 那不過這個最近幾年 因為經濟的一個消漲的關係 當然國內有一點這個 可能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也沒有花大錢 所以除了傳統上的原百 因為收太平洋百貨之外 那當然我們特別也特別注意到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這個大洋 那這個大洋的部分呢 就是這個中國那邊的百貨 不知道大洋百貨有沒有賣那個水蜜桃 這個就不清楚 所以我要強調只是說 可能要對岸的也要稍微看一下 像特立屋嘛 他們有那個特立 應該說特立他們上海有那個HOLA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可以來做一下觀察 那傳統上的話 父親節這邊就是除了剛剛賣場之外 一定就是餐廳了 餐廳的話像包括南橋 這裡有點水樓嘛 那國賓的話是傳統的老字號的飯店 那它裡面有一個牛排 好幾個飯店都有很有名的牛排 那再來的話像金華 金華酒店的話 可以看到傳統上也是一樣 不管是這個慶祝啊 或者是說這個 其實我覺得金華 父親喔 就是家人團聚 然後這個情人約會 都還算適合 然後外面中山北路也漂亮 那後來這樣王品 跟瓦城 那瓦城的話當然跟王品 最近看到股價 其實並沒有表現得很明確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短線上看 是不是對業績有一點拉抬 那至於就是說情人節的話 當然跟剛才父親節 是有點重疊的 那你如果說硬是要把它拉出來 跟父親節跟賣場 比較不一樣的 我想第一個 我們國內有一個紅亞巧克力 那這個當然就直接做巧克力 它七七乳家巧克力 對對對 那這個當然就直接受賄 那股價的話 平常是比較 屬於比較溫吞 那另外一個就是富寶 除了這個成人的一些這個尿布之外 最特別的是 它有在做這個保險套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最近的股價也比較弱 保險套都做頭了 對 所以這個可能不知道 跟我們國內的什麼情況有關 就是草食單可能也變多了 或者是說可以來研究一下 不過 是不是在這個最近一段時間 有機會做反彈 也可以來做一下觀察 你看那個愛情公益的上反 強拉尾盤 對 所以這種呢 這個我可以強調一下說 很多沒有情人的人想要在最後一天搞定 然後就到處去四處亂找 這樣所以最大社會 就變成愛情公益 好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了 不過有些股價呢 它的線型比較不一樣 線型啦 籌碼啦 基本面啦 因為順到了八八節 情人節一些題材 概念股與您做點掌握 分享在操作風險要注意喔 還要再注意的是明天看盤重點 對今天外資大賣104億 那明天突然反手大買的機會似乎不是很高 所以這個地方大盤要直穩 應該是量縮是比較好 量增就要留意外資持續的一個賣超 那這個地方量縮 最好縮到大概八九百億 我覺得是比較安全一些些的 那9220點 我想這個是多方的最後短線的一個防守線 就很像馬其諾的防線 千萬不可以破 一破這個信心 市場信心可能就會動搖到了 那這外資在賣 內資當然是要來互盤 那互相關的政府相關基金 他喜歡買的當然就是在金融的一個部分 那明天的指標股當然就是今天已經 提前大跌的這個聯發科 但是他第三季展望不錯 明天應該要還他一個公道 如果明天沒有還公道 這個大盤可能是怎樣 是比較不妙一點點 那除此之外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國泰金的部分 這個是金融股的一個精神領袖 除此之外這個洪海 當然也是市場關心的一個焦點 好 三黨指標股 明天麻煩您叮者看 還有費半前一天大股反彈1% 今天晚上繼續談嗎 鎖定待會的夜線新聞 最後讓謝謝收看 祝您晚安 我們再會 做歧 Pen 朝視台 希望大家可以 做歧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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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吃過 做歧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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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优惠中 地球村美日语 今年再荣得品牌调查双冠王 公务人员终身学习机构 试资最优 课程最棒 投资自己 掌握未来 中部功博三声大会 八月三日 商话签丽衣馆 免费公社长生入味 网身入味 欢迎参加 每次回家都是我爱吃的菜 我们不在 它们都是秦才家 所以 我用银保善存来照顾爸妈健康 人不一定每天看得到 北部的照顾不可以一天无 银保善存